被確診有肺癌的患者 一般都想知道自己還有多久的命 有些醫生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 不過也有些醫生願意回答 記住,醫生是沒有預測未來的水晶球 他們只能做出一個有科學根據的猜測 有時醫生掌握了某個患者群體的平均生存時間 他們稱這個為中位生存期 中位生存期是指50%的患者所生存的時間 例如這張圖表裏面的患者全部都患有同類型肺癌 亦處於相同的癌症階段 他們都接受了高劑量放癌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中位生存期是兩年 不過有一半人的生存時間會短些 如果你看下圖表尾 你會發現少數人會生存有10年那麼久 差不多兩年前他們告訴我 你快死了 你只剩下6至8個月時間 所以我覺得自己做得不錯 我當時身體非常差 所以我開始正常飲食和戒煙 我騙自己說身體非常健康 不過現在情況也不是太好 他們最初說我只得4個月時間 但是現在已經過了14個月 所以我覺得上帝是眷顧著我 那時是一段令人焦慮的時間 因為那時我研究了生存率 結果顯示不是剩下很多時間 我確實 亦為生存的機會不大 David 就沒有放棄希望 不過看到他那麼痛 我覺得特別難過 我寧願能夠和他調換 因為我很不忍心看著他這樣 我寧願